大家好,我是启明,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多次宣言准备打战 目前中共对台湾是虎视眈眈 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湾 中共应该是有一系列的计划的 大家知道近来台湾陆续发生战机事故 泰鲁阁列车意外 中共对台湾的干扰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在遣旧期间 中共军机持续多批多驾驶侵扰台湾空域 4月3号 中共辽宁号航母战斗群 3日出日本宫古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 隔天美国罗斯福号航母4号进入南海 台海周边的气氛非常的紧张 世界都在关注中共是否会武力攻台 台湾知名学者明居正 对此进行了深度分析 明居正老师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学者 而且预测也很准确 最近明居正老师在新闻大破解节目中表示 这是他独家的观点 习近平的野心大家都很清楚 因为今年是共产党建党百年 他功奉其胜 必须要有所表现 如果要继续连任的话 就是三连任 就必须要有成绩 这个观点我在以前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 习近平要拿出成绩来 习近平有称霸世界的野心 目前美国政局发生变化 习近平认为是机会 习近平很有可能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觉得自己现在走到这一步 是不是真的可以超越美国 打败美国 认为现在中国在自己的领导下 已经变得很钱大了 能够把美国压下去 或是彻底击败美国 然后自己就可以称霸世界了 前几天的战狼外交就是最好的例子 这就是标准的中国梦 也叫前国梦 认为自己已经可以超越毛泽东毛腊肉了 可以超越自己的偶像了 不是说习近平一定会这么做 但他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毛泽东在1949年也曾经说过 要把全世界管起来 那时候他才刚刚把国民党打败 国民党逃到台湾 西战那时候也没有拿下来 而且西南西北还没有完全被攻克 毛泽东就已经说要管全世界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习近平绝对有这个野心 那么习近平会怎么做呢 明居正老师认为习近平现在显得就是超越或打败美国 他有这个目标也就会有自己的做法 当然如果是川普政府 习近平是不敢的 他连屁都不敢犯 第二个事情 习近平显得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顺利的拿下台湾 又能够应付美日两个国家 最好是不要发生战争 所以他嫌只要一个导弹发射过去 台湾就投闲了 这个也太可笑了 这才是习近平的中国梦 但万一如果爆发战争的话 也要有办法来对付 明居正分析 习近平很可能考虑到 如果拜登的健康持续恶化 决策就会犯错误 那跟美国打交道 就可以像以前一样继续骗 因为中共之前已经跟美国打了几十年的交道 每次骗都骗成功了 连雷根这么反共的人都被骗成功了 签了817公报 美国已经有三个总统被中共骗过 为什么不能骗第四个呢 而且现在完全有理由可以继续骗 所以拜登现在健康不行 从习近平角度来看 拜登这边出错 是完全可以显现和等待的 当然这个是明居正老师他的观点 另一点就是武汉肺炎 明居正认为习近平可能会显到 中国的疫情数字已经被压下来了 在境内没有大规模的爆发 那么全世界都被骗了 觉得呢 中共这个疫情搞得好 尤其是欧洲这些国家被骗的傻傻的 而美国还在大爆发 中共同样把疫苗问题也压下来了 把出问题的人都解决掉了 总之就是有办法全力控制 但美国却没有办法控制 习近平觉得美国很有可能会被疫苗打败 所以说如果武汉肺炎疫情 在经济军事上削弱美国 在社会上分裂美国的话 那对中共来说就是很大的机会 另一方面很多人认为 中共很可能会大动作进防台湾 但明居正老师认为 这个观点非常的独特 但我觉得很有道理 中共更可能会采用掌手行动 来的最容易代价最低 用掌手行动的方式解决台湾的军政高层 然后夺取台湾 等台湾一乱的时候 再派一小支部队过来 立刻就解决了 当然这个能不能发生呢 我觉得不大可能 但是这肯定是一个策略 明居正说中共大概不会大规模的派50万 或100万大军过来慢慢打 因为他时间也拖不起 如果这样中共肯定就完蛋 他甚至会在关键时候发几个飞弹 打几个关键地方 打到台湾一乱 群龙无首 再派一支兵占领下来 这样造成继承事实的时候 美国跟日本也就无奈了 咱们来推演一下 如果说中共真的把台湾拿下来了 它会有什么后果呢 美日又没有动作 最后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明居正老师指出 第一届时美国会丢掉亚洲主导权 第二美国可能会跟着丢掉世界主导权 第三丢掉美元 第四丢掉美国的国际地位之后 美国国内财政可能会出现乱局 所以对习近平来说 他很可能是在等待时机 但是呢 我认为习近平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过了 因为现在老天不仗在习近平和中共这一边 习近平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机会 因为人做饿是太多 他真的是有报应了 不像他刚刚上台 2012年的时候 他可能还有机会把中共解体 现在他是没有机会了 所以他绝对不可能 目前中共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 是越来越引起了美国的警惕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称的 美国参议院4月14号 兼审议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这个法案是一份联党支持法案 要求美国政府在经济 人权 民主价值观领域 抑制中共影险力 该法案为2022年到2026年印太地区安全预算 拨款4.5亿美元 法案还要求美国政府加强与台湾的伙伴关系 那么其实美国台湾中国这三个地方 咱们以前都说过 就是如果说川普在位的话 这些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那么拜登上台以后 习近平觉得也是一个机会 不管习近平手上有没有拜登的黑材料 只要是民主党上台 习近平就有办法去搞定他们 但是中共能不能活过2021 或者说2022呢 那都很难说了 中国梦只是他的一个梦 他的一个想法 到底能不能实现的 这都很难说的 台湾呢也不是软脚侠 不是发一个导弹 两个导弹就能解决的 所以说习近平他也害怕 在这个时候 他的想法就是 刚才我们提到了 发一个导弹 台湾呢赶紧就是投闲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 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但是呢 美国的支持是非常的重要的 只要美国不跟中共 两个在私底下 弹拢 像这个原来民主党的 这个奥巴马和这个西拉里一样 当时不是有一个邮件说 要卖掉台湾吗 当时这个西拉里就有这个想法 但是民主党 也是这个西拉里 奥巴马这一派人嘛 所以说未来也是很难说的 但是习近平想吃掉台湾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而且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天灭中共 真的已经在开始 老天已经不在习近平这一篇 习近平已经失去了所有机会 所以说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那行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了 我是启明 如果有朋友对我们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 然后点赞订阅分享我们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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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